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宁舍船 两个字节 黄河上是自古道经 是不同大团的 黄河上有爱交 有潜贪 生前不业 你想过黄河用事过物 都是要用羊皮筏子的 华阳皮筏子的台字架 就称之为黄河的主人 就让他碌碌地跳 我叫周德纳 今天40岁 我是做羊皮筏子的家族的传承 传到我这一代已经第四代了 我们西北这个地方 每年的3月份到10月份 就是旅游的高峰期 世界各地的幼人 他们来了以后看到 传承几千年的羊皮筏子 在体验过程当中 就是特别的受欢迎 大家好 欢迎大家 请坐在同志上最古老的交通 你说句羊皮筏子啊 我小的时候 跟着我父亲就是在直作 学这些东西 最早的时候 我老太爷手里面 他就是用羊皮筏子 用出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呀 煤炭呀 用羊皮筏子去唤其陌生 天下黄河 就是旧道干 就是旧道外上 羊皮筏子就害怕刮风 当遇到大风的时候 掌握不住 随着峰会把这个羊皮筏子刮到 会发生碰撞 特别危险 来 爬慢点 好的 祝大家旅途一块啊 欢迎下次再来 从事羊皮筏子不能怕累 不能怕脏 在游客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一天来回要跑个二十来趟 游客下去以后啊 你要把这个羊皮筏子扛起来 背着走 所以一百来斤重的 肩膀它受不了 就是每年都有同事 在工作当中扛着羊皮筏子 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 一份羊皮筏子呢 有十四个羊皮囊 绑在这个特质木架子上 它的载重量可以达到一栋 保养好 这一份羊皮筏子可以用五年 这个地方破了 地方要修补一下 在下巴以后 掌纤检查 必须要检查哪个羊皮露气 想学会黄羊皮筏子 你首先要必须得学会这个修补 要不然你羊皮破了就没办法 不然你羊皮经常会扎到手 刚才在这个地方破着呢 咱现在把它这个 用针线给它缝上 这个就新了嘛 吃完时间十分钟 忙的时候 吃饭就跟打仗一样 现在比以前就好得很多了 我们现在花羊皮筏 挣的这个收入特别的乐观 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同事一起上班的 楼也买了 小轿车也买了 一年还收入的没完 现在就好多年轻人就不愿意学这个羊皮筏子的这个制作记忆了 因为在羊皮筏下以后呢 要经过24个小时到48小时之间就是捂着发酵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要把羊皮筏到臭于不臭的那个时候 所以年轻人往跟前一走 一闻特别臭 所以他不愿意学习 我已经现在不害怕这个羊皮筏子这个制作工艺断送了 现在已经收了三套件 他们现在都已经能够独立制作这个羊皮筏子了 老祖先传承了几千年的东西 传承不能断了 再一个呢我是羊皮筏子 恢复着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 所以我一定要会把这个羊皮筏子制作传承下去 苦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